提多书 提多书第一章 神的仆人 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 与敬迁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到了日期 借着传扬的功夫 把他的道显明了 这传扬的责任 是按照神我们救主的命令 交托了我 现在写信给提多 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 做我真儿子的 愿恩惠平安 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 基督耶稣归于你 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 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 都办整齐了 又照我所吩咐你的 在各城设立长老 若有无可指责的人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儿女也是信主的 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 不服约束的 就可以设立 监督既是神的管家 必须无可指责 不任性 不暴躁 不阴久滋事 不打人 不贪无益之财 乐意接待远人 好善 庄重 公平 圣洁 自持 坚守所叫真实的道理 就能将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又能把争辩的人 驳倒了 因为有许多人 不服约束 说虚空话 欺哄人 那封歌里的 更是这样 这些人的口 总要堵住 他们因贪不义之财 将不该教导的 教导人 败坏人的全家 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 克里特人常说谎话 乃是恶兽 又缠又懒 这个见证是真的 所以 你要严严地责备他们 使他们在真道上 纯全无辞 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 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 在洁净的人 凡物都洁净 在污秽不信的人 什么都不洁净 连心地和天良 也都污秽了 他们说是认识神 形式却和他相悖 本是可憎恶的 是悖逆的 在各样善事上 是可废弃的 感谢您的议员 感谢您的原因 接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X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